这是位名副其实的武学大师 在他的武术生涯中 一生的高光时刻 是在1912年 伦敦赢得世界大历史格斗锦标赛冠军 从此轰动世界 1920年 日本柔术大家亲自上门比武 因输得太惨 竟然拔枪行凶 而这位武学大家竟能避开子弹 可见 他的功夫已经出神入化 绝非一般人可比 这段历史在当时的世界日报有详细记载 绝非空谈 1930年 年进古稀的他 以一敌武击败五名日本拳师 对方心服口服 可以说 他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在明末清初的旧社会 他为贫弱的中国挣足了脸面 今天我们就聊聊武学大家孙露堂 1860年 孙露堂出生于河北丸县 原名孙福泉 他的父亲孙国英是正七品文灵郎 以大方讲义气文明 孙露堂自幼聪慧机敏 一家和和睦睦 但厄运却来得突然 9岁时 父亲因病去世 孙露堂怕别人欺负自己与母亲 毅然放弃学业 向当地全师学习少林功夫 轻功 暗器等 可没想到 14岁那年 母亲患上了重病 却无前医治 孙露堂顿感无力 一时没想开 就跑去树林里上吊自杀 幸好被一个路过的商人救下 其实他能绝处逢生 多亏了他的内功修为 商人听完他的悲惨境遇后 便拿出了钱财为其母治病 之后的孙露堂背井离乡 在保定的一家毛笔店中当学徒 一次偶然的机会 心意诠师李奎元 看中了孙露堂的资质 便把他带在身边 学习心意诠 李奎元慢慢发现 自己教的这个徒弟 竟然是难得一见的武学奇才 便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之后他怕耽误徒弟的学习 便把孙露堂介绍给了 自己的师父郭云生 郭云生曾因行侠仗义而入狱 机缘巧合之下 在狱中练成了半步崩拳的绝技 并凭借此绝技 打遍河南无敌手 郭云生看到孙露堂后 特别惊叹他的武功天赋 当即就收下为徒 一年后 郭云生感叹 能得此子实乃行义权之幸 在此期间 一位名叫张瑞忠的举人 看到孙露堂不仅武功一流 而且人品端正 便将女儿嫁给了他 还帮助孙露堂抚养母亲 一切事了之后 孙露堂便前往了北京 在此期间 认识了晚清宫廷太医白锡元 在白锡元的引荐下 孙露堂揭示了八卦大师 董海川的首席弟子陈延华 一天 一位南方武师北上京城 专门拜访各派高手 无人能敌 之后他到访程延华的武馆 程延华的弟子与那个人较量 但都不是对手 为了避其锋芒 程延华闭门不见 这时候的孙露堂 才刚到程延华武馆不久 只在那学了几个月的赚掌 所以 孙露堂并没有被列入出战的行列 但孙露堂自愿代替程延华出战 在与南方人的战斗中 孙露堂一招就将那名南方武师 击出窗外 这一招让程延华和南方武师震惊不已 只学了几个月的赚掌 就拥有了这种功力 程延华心想 虽然孙露堂有行义权的功底在 但要是学了八卦掌 何愁不能发扬光大 之后便把八卦掌青囊相授 传授给了孙露堂 一年后 孙露堂的八卦掌已经无人能敌 程延华深感 他的武功已经超越了自己 于是便劝他效仿自己的师父 仿天下名山古派 1885年 他从北京出发 开始在全国各地寻找武艺高超之人 向他们学习切磋 从一场场比试中 找出自己拳法的不足 别人拳法的优点 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异 这段时间 他去了河北 河南 湖北等十一省 不管是少林 武当 还是峨眉 只要听说有影视高人 他便一定会来请教 如果对方要求切磋 他也奉陪到底 从无一场败寂 孙露堂喜欢攀爬 其风险峻游历大山幽谷 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位奇人 这是一个云游天下的道士 两人相谈甚欢 老道士送给了孙露堂 一则修心的道法 此法大成可实现屁股的境界 1907年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 早已听闻孙露堂的大名 便聘请他做自己的保镖工作 一天 欧洲格斗冠军彼得洛夫 经过东三省时 听说孙露堂功夫了得 便前去和孙露堂比武 没想到孙露堂使用出神入化的八卦掌 一招就把这位格斗冠军打倒了 围观的人惊叹不已 均被孙露堂的功夫折服 两年后 他随徐世昌一家移居北京 当时孙露堂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虎头少保 天下第一手 1912年 50出头的孙露堂 应邀到伦敦 参加世界大历史格斗大赛 谁也没想到 他会以百战不败的战绩夺冠 煞石轰动全球 孙露堂回国后不久 日本柔处家板元一雄 特意上门与孙露堂一分高下 板元一雄之后又不依不饶 让孙露堂按照日本的方式比武 孙露堂也坦然地答应了 又让他先出手 可惜板元一雄还是输了 他气得拔出武器开始行凶 但却没料到 孙露堂竟能躲过子弹 这一下震惊了所有人 1930年 古兮之年的孙露堂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五个日本高手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挑战孙露堂 孙露堂见到是一群日本人 二话不说就迎战 70岁高龄 以一敌武轻松击败了五位日本高手 这五个日本人心服口服 希望败在孙露堂名下 学习中华武术 但孙露堂坚决地拒绝了 国家危难之际 他怎么能收日本人为徒 当年他在收徒的时候 就立下了一条规矩 收徒的第一要素就是要讲究武德 不是人人都能教的 1933年 孙露堂预言了自己的嫁贺之日 孙夫人请名医孔伯华到他家侧卖 孔伯华说道 孙先生的六卖条河 没有任何反常迹象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卖相 一家人这才松了口气 同年秋天 孙露堂突然回到了家乡 每天只练拳写字 不吃不喝 这种状态持续了半个多月 12月16日早上 孙露堂写下一个练字 便一笑而过 嫁贺飞升 这位有着虎头上宝 天下第一首名号的一代武林宗师 他的传奇一生 始终被后人津津乐道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